大家好,我是娟子 今天咱们来做柔软筋道的小薄饼 一次出锅20张,凉了也不硬 在盆里倒入500克的面粉 少加一些盐 搅拌一下,从中间分开 倒入150毫升的开水烫一半面 另一半面倒入150毫升的凉水和面 半汤面做出的饼,吃着柔软又有嚼劲 揉成一个中等软硬的面团 饧面30分钟 在肉丝里加入盐 胡椒粉 料酒 生抽 打入一个鸡蛋清 一勺玉米淀粉 翻拌均匀,再淋入一些食用油 这样在炒的过程,肉丝不容易粘连在一起 准备一些配菜 胡萝卜切片,再切成丝 青椒切丝 泡花的木耳也切成细丝 接着调个料汁 碗里倒入两勺生抽 一勺醋 蚝油 盐 白糖 玉米淀粉 最后加入清水 搅拌均匀,先晃在一旁 油热以后倒入肉丝 用筷子快速的划散 炒至肉丝变白,先盛出来 另起锅,倒入葱,姜,蒜 欢炒出香味 再倒入青椒丝 蔬菜炒至断生以后,倒入肉丝 淋上半碗淀浑水 翻拌均匀就可以关火了 煎好的面团取出来 搓成长条 切成相等的面积 每个面积约40克 压扁以后,擀成一个薄圆饼 厚度约1毫米 水开以后放到笼布上 先蒸上10秒钟 饼子变色以后再晃一张 这样蒸出来的薄饼 不会粘到一起 最后开大火蒸上10分钟 关火以后直接打开锅盖 晃上炒好的肉丝 卷起来就可以开动了 蒸出来的饼又薄又柔软 不用一滴油 吃的也健康 喜欢的朋友关注一下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